七個 七個 沒有 家人六個啦 加上一個幫你 家人六個 謝謝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飯煮自己的 飯煮自己的 小香君是很棒耶 他台語都聽得懂 七成都聽得懂 七成 不錯耶 好厲害 會全部聽懂呢 會講七成 來 用講的 來 七成 沒關係 來 你說 你說 說一句 你說 說得怎樣 好厲害喔 很強喔 很強喔 很欠喔 都聽得懂 來 欠一下 你覺得媳婦 對你們大家講得懂嗎 就是這個時候的猜疑點 沒有啦 台語啦 七成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句話我比較深訴 不會講的 比較深訴 深訴 他就是 什麼都好 他就是 也是大學比 還是才大畢業的 那麼 這個 身材也不錯 學生看過 隱瞞也不錯 尤其生兩個小孩我最喜歡 兩個男生 兩個男生你最喜歡 那女的就不喜歡了 不是 就是說當初 我們老人家來看的話 真的是 全身解釋是個第一 最重要全身解釋 你可以再生 對不對 後來他 他不要生他兩個 那就好了 那就兩個好了 你不覺得那個孫子是可愛 真的 那如果他生兩個孫女 你會要他再生嗎 他會 肯定會要再生 那他如果不肯呢 他不要 他不要生一個就 生一個就不生 後來 這個懷疑不好意思 後來我就 另外的方法 鼓勵他生 什麼方法 這個不能公開講 我是有碰到說 用錢給他 鼓勵他生的 不可以 你講金 生一個分一千萬 不可以講了 鼓勵他再生 他真的再生 因為真的是男孩 因為就生他生一個 我真的有一套 不是秘訣的 就是推刷這個牛肉園 去配合這個西亞的科學的 居士 我覺得要顯現你七層的功力 拜託給你說台語 讓大家聽一下 對不對 這什麼沒關係 你說有什麼沒關係 不是 因為現在的這個公共場合 應該大家都聽懂 萬一我講的 敷衍王爺 敷衍吞吞吞吞吞吞吞 你媳婦 你剛才不是跟我說來啊 講啊 你開講這講 你來我開講 開講 開講 你的媳婦生兩個孫很可愛 你有很高興嗎 當然高興都不得了 很高興 那時候已經佛 你來我聽懂 那時候已經佛三個女婦 要叫她生嗎 女婦 也是說生 其實是農業 對啦 你那時候說你如果生兩個女婦 你就會叫她生 肯定會 要拚一個女婦 對 又沒有怎麼辦 如果還沒有 喝完再來啊 很年輕啊 這樣子就會有國際問題 很年輕啊 你一定要補一個女婦就對了 對 你政府如果不會 那隨便跟這個談論 我們有辦法的啦 有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只有你老子有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鼓勵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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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她講到地雷 不是婆婆而已喔 公公的也是喔 如果媳婦透露說 不想生孩子的念頭 做大家都不懂的 我剛才還沒講完 她說生一個就好了 我就揮生兩個不行 揮生兩個不行 揮生意思是命令呢 也不能這樣說 就是跟得好好講嘛 因為什麼困難沒有 譬如說以後帶小孩的問題 生產的肺炎問題 之後你都不擔心啦 對 幫你解決 後面還有一點獎金啦 這個真的就是 後面幾個零 後面幾個零 這個就暫時分別 果然是有獎金的嘛 她剛剛比了一個數字給我啦 獎金啦 對啦 這樣子的關係 他這個生的 對不對 對 他不是那種強制的命令說 你就在生 養育費什麼 你有沒有要幫人家負擔 對不對 年輕人 是生一個就有種叫一生兩個 後來 後來最的問題比如說 我以前我女兒住在家裡 他現在孫子慢慢長大 如果孫兩個的話更加黃金住對不對 我就把我女兒住 我另外一個黃色給我女兒住 小姑搬出去了 小姑搬出去了 意思是小姑 你又買一間住了 你們女兒住大 對… 在零四百多 那真的很好 因為後來那個黃金空出來 你背膀很粗耶 你如果我們八萬才要多好了 我都自己聽了 他就把那個黃金空出來 然後再裝潢… 先給他生出來 所以他生兩個黃金 是你會希望新婦嘴比較甜嗎 都是這樣 都是有這個希望 因為我們老人家的話 真是希望聽這個黃金空出來 對我甜甜 對我甜甜 我可以 什麼都完全都可以 對我起了路第一集 起了路條出來 真的 真的 我的學生也好 我的朋友也好 你看我們每年請春酒 請那麼多的免費的 這個倒是真的 每年他… 我們認識那麼多年 他每年都請春酒 對… 這我把他巴薩給我歪掉 所以 他就下去我也要支持 好… 你給我名片 是 這個… 就是說你有問題 我們都可以幫你們解決 但是希望大家互相嘴巴甜一點 你覺得他不夠甜嗎 他不講話 後來知道的 不愛講 個性的問題 個性問題 你講話不來 什麼叫做嘴巴甜 比如還生爸爸 還生媽媽 這樣子 爸爸媽媽一定會叫的 哪有 不一定 有些媳婦回去直了一張臉 不喊人 不叫 有些只是就是說 爸爸媽媽打個招呼 蕭香居士的意思就是說 你多喊幾聲 就是說 不是 一聲就好 一聲就好 他連一聲都不喊 這個就講得不好意思 反正是 後來我就跟 我老婆就跟我溝通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個性 每個人每個人的看法 他說我們要求一家火鍋就好 不要要求太多 對 其實他如果要跟你講話的時候 要怎麼跟你請 他會 他會要小孩 比如說 叫小孩去叫 小孩叫 或者呢 你會要小孩給我老婆講 因為他偶爾會交一生爸爸去回 偶爾叫 偶爾 剛開始不知道他構成的孫 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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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太太會不會很在意 沒有 所以我老婆就這樣好 他 這個 一切都一樣 算了 算了 不要要求孤獨 有兩個怪怪的 這個 他也不動的場 細節短 又不是說說 北京打扮的話 這個小姐 都沒有了 還會生小孩 這最強硬 還有會生小孩 我有一個問題 你要生兩個孫子 這個媳婦就是 那兩個小孩生出來就穩了 肚子很爭氣喔 對…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娶了這個媳婦 如果你 他生的是兩個女兒 女兒 我一天叫你十五生爸爸 你也不正眼看我呀 爸爸 尤其那個小孩長得很漂亮 可愛 你也生得可愛 這個小孩 我剛剛講對不對 如果生兩個女孩 叫你一十五生爸爸 你也不會那麼疼 可能 對啊 你看 你怎麼重男輕女到這種地步 對啊 你太太不是女的 來… 對啊 那你為什麼要重男輕女 這個就是問題的來源 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 無奈的官業問題 真的會這樣子 你媳婦是不是你的 是你的 是啊 沒有媳婦怎麼有 幫你生兩個男的 他已經講了 這是我觀念問題 我也知道不對 你幾歲 我幾歲 你不然不是講你四十嗎 對 四十公歲 蕭老弟 我跟你講 這大哥跟你講幾句話 你媽媽是不是你的 沒有你媽媽有你嗎 真的是關鍵 關鍵難改 所以我就講 最近我一個朋友 沒有他改 因為他就是會這樣想 可是你知道這個影響到 嚴重影響到婚姻 因為我這個朋友 他在結婚之前 他其實他有病 就是他有一個 某個器官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在結婚之前去患了 他是腎臟病 他患了腎 OK 其實他的身體是不適合懷孕的 可是結婚 結婚之前其實他先生都可以諒解 都知道 結婚之後公婆壓力來了 就是你不能不生 你知道他們做了人工收孕 做了幾次之後 他身體吃不消 沒有辦法 可是公婆非常堅持 他還很痛苦 對 而且很痛苦 後來沒有辦法 就吵到他沒有辦法 待在公婆家搬出來之後 到後來問題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他沒有辦法懷孕 那就是公婆一直堅持 後來還好 是家裡的另外一個兄弟的太太 懷孕了 他們才能夠搬回去 身體不好 所以如果說你知道 假設你知道 你媳婦是不能生的 那怎麼辦 憑良心講 我開箱是非常之敏樂 譬如少女來跟夏依依來講 好意思 進了身就有得生難 所以你是說 看面相就知道 不是面相 我們不算面 面相 面相 面相手上很低 所以你當時有看出來 他不會叫你爸爸媽媽嗎 你這個 打六七個標球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他真的就是沒有生兒子的命 或他就是不能生 你不要問他那樣大學畢業 這個家家也很好 怎麼可能會說不交過爸爸媽媽 不是我的意思 那如果他真的不能生 你會反對 他也會叫 偶爾 他只是不是那麼 嘴巴那麼甜 對 嘴巴是不甜 應該想說當時選這個媳婦 你也有稍微看一下 疑男之相 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疑男之相 你就不讓你兒子娶了嗎 什麼疑男之相 就是不會生兒子 你就不讓他娶了嗎 那當然 你看 這還很可怕 其實我不要開始不想相信你 真的 你如果真的也要看 那個什麼面相 你當時看進來 你就知道他會生兩個難得 你根本不用給他錢 不是 要鼓勵 不是 他沒 你不要台語